区区精丹修士 胆敢口臭狂言 本王要你的命 给我走下 等等 撤则了 我的武器竟然碎了 果然 这一剑能斩十个六皇子 但对付以肉身著称的妖王来说 却还嫩了点 看来本王低估你了 很好 很好 让我用出我的真本事 你也在人类力比较强的了 准备好接招了吗 看你怎么挡这一剑 不愧是妖王的权力有机 就算是龙喜家吃链架 也有点吃力啊 承云 你快点啊 我都要饿死了 一个妖王而已 赶紧解决了 你当那是大白菜吗 好歹也是个妖王 而且 我感觉这妖王身上 有着熟悉的气息 怎么回事 不是说这个男的是三人里最弱的吗 你 很好 你觉得本王使出全力 见证吧 我乃继承了上古神兽 麒麟的后裔 奴依 就让你看看真正的神兽血脉 麒麟血脉 原来如此 惯得啊 既然这样 我也让你瞧瞧我麒麟血脉 啊 麒麟前现 真 真正的神兽血脉 而且比我还浓厚 这怎么可能 疼 疼 疼一下 还好 灵石偏开了剑 不然就问不了话了 哼 这还是我有麒麟血脉来 第一次用全力 看来对付一般的元英奇别敌人 完全够了 说好了我要吃的 伤成这样 我怎么下嘴啊 你们是洛金伦派来的人吧 没想到妖族也参与其中 我承认你有几分实力 但你想从我嘴里掏出信息来 做梦 脑子可是妖王 是有骨气的 就是死 也不会屈从于人类 你最好放我走 不然等我那两位兄弟来支援 你闭死无疑 是吗 不行 陈云 我饿得不行了 既然他不敢说 要不还是让我吃了算了吧 真老 这怎么可能 我说 我什么都说 别让这龙吃了我 说好的身为妖王的骨气呢 好可惜啊 骨气 骨气哪有命重要啊 而且 而且这可是真龙 算起来也算咱们妖族的 那我这败的可不算丢面子 你底线还挺灵活 起来 边走边说 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凤草却脉不够如此嘛 现在你的两个伙伴 恐怕已经死在我兄弟手下了吧 我可以帮手 什么 这家伙 现在才指出全力 现在想清楚 也未免太迟了些 不 只好没反应 陈师弟应该可以支撑住 还是先去救那个笨蛋女吧 别躲躲藏藏藏的了 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该死 居然会有一头原因妖望存在 若是我没被堕落心魔伤到 还能占上一番 现在却只有逃跑的份了 不行 其他纸盒都没反应 若是救我球员了 岂不是让那灵师羽看了笑话 在看什么呢 不慌 能狠狠也看看呢 你该庆幸你有一个好哥哥 洛金伦只让我们抓住你 所以我不会要你命 你的小命暂时是保住了 洛金伦 果然 果然是你个混蛋 现在顾不得面子了 得赶紧求救才行 你不会想着 还有人来救你吧 我那两位妖王兄弟 已经去对付你的两个伙伴了 现在应该已经结束了 这点你说的倒是不错 确实是已经结束了 怎么可能 你居然没死 我二哥呢 难道二哥没找到这小子 二哥运气不太好啊 但你小子运气更差 居然撞到我头上来了 小心 这护阳王的实力 堪比原音秀势 那正好 这一期会挡偏了 给我斩 你二哥运气是不太好 但是你的运气 好像不见得比他好啊